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在上個月 《立場新聞》的記者在《大埔一帶》採訪期間 遭到一名警員的折查 在折查期間 該名警員故意在這名記者的鏡頭之前 展示了身份證在超過40秒 當然這件事是遭到私隱專員公署主動調查 而攝氏的記者事後也有作出投訴 想不到這件事又如波未了 昨天這個私隱專員發出一篇新聞稿 相信是回應一些藍絲對他的指控 那些藍絲竟然是督私隱專員王繼兒的背部 說他主動撲出來查警方 這些是打壓警察的行為 亦批評他黃到入骨 手指咬出就不咬入 那麼王繼兒到底他怎樣回應呢 他就說 有權就這件事件作出主動調查 由於該名的警員並非在進行新聞活動 因此沒有任何法律的豁免權 他就指出已經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該名的警員可能違反了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的保障資料原則 他亦強調 法治的精神是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的 沒有人享有特權 王繼兒說得非常好 這些真真正正是守護法治 所以是值得支持的 但是那些藍絲怎樣寫信來睹背部呢 他們就罵這個私隱專員 就說他撲出來執法 是選擇性地打壓警方 高調地採取行動 小提大做 甚至就罵這個私隱專員 就黃到入骨地說 實際黃藍只不過是政見之分 這個私隱專員哪一番是黃呢 我完全看不到 這個私隱專員只不過是按著法律 賦予他的權利 走去做他應該做的事 他只是按著本子辦事 真可憐 現在在這個特區政府的架構裏頭 任何人是按著本子辦事 都已經是值得贊賞了 為什麼呢 正正是因為很多人都不按著本子辦事 你看看那些問責官員 看看你們香港警察就知道了 有法不依 有例不依 這個警察通禮事之如無物當 他已經扔下垃圾桶一樣 完全不需要遵守 只是說你的委任證 半年多已經是沒有帶出來 就整個無中生有的行動符號出來 行動符號根本上不是法律要求的東西 是別人要求你帶委任證你不打 又怕被人起底 既然光明正大你怕什麼被人起底 是不是做了一些不見得光的事 怕死被人走到你出來 多餘的這些東西 還有你使用的武器完全是濫用暴力的 警棍也好胡椒噴霧也好 催淚彈也好什麼都好 根本上就在警例裡面有一個非常嚴格的指引 不過你現在完全是沒有遵守 這樣就叫做專業的執法隊伍 說回你這個警察 將別人的身份證公開展示出來40秒鐘 別人就礙於新聞自由第四拳 要監察你這些警察的行動 就不能夠適機 於是他的身份證就公諸於世了 變了你這些警察不知道 這樣公開別人的身份證是有問題的嗎 任何一個讀過書的人 都會知道這種行為有可能是違法 而且是不應該的 首先不要說違不違法 以一個常理的角度來看 都知道這些是牽涉到個人私隱的東西來 是不應該公開的 否則你把身份證配戴著到處走 你也不會這樣做 對不對 這麼白癡的事情你也做得出的 現在被人主動調查 你就是為人家選擇性地打壓警方 你是不是愚蠢的 你做了這麼缺德這麼陰質的事情 被人查就應份了 不單要查這件事 還要做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查一下你其他方面的事情 不過現在林鄭就保住你這幫混蛋而已 是不是呀 有什麼問題 這樣叫做撲出來查嗎 這樣叫做高調地查嗎 這樣叫做小題大做嗎 喂 難道你覺得這些事情是不應該查了嗎 難道你覺得這些事情 就是可以放縱他 當隻眼開隻眼閉了嗎 你這次受害人不是你 你就很得緒 這些藍絲告訴你 到你受害的時候 不是一樣在那裡 咿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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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銅鑼灣那件大圍捕事件 不是一樣有那些藍絲被警察拘捕回去 誤中婦居 站著繞雙手吃花生 以為沒事嗎 他要瘋起來的時候 不是一樣拘捕你 你有特權嗎 你沒有特權嘛 你不是警察嘛 你就是撐警察 撐他有特權 你都白癡的 那些人真是屁股生上頭 那些人告訴你 愚蠢到震 什麼一樣拘捕你 結果不是拘捕回去的 事實上是 有大有人在 報紙也有登過 看看報紙 不要只看你那些親建制報紙 一群都撒岗的 還有這群傢伙就罵私隱專員 手指咬出不咬入 這是什麼意思呢 私隱專員公署作為一個獨立於政府的法定機構 他不是要為政權服務 不是要為政權保駕護航 更加不是為了政治服務的 就算你現在要吹奏止暴制亂的主旋律也好 別人不跟有他的理由 他需要向你特區政府跪低 這個是非常做得好 他腰板挺直 他不會和熙泥 他不會想著蒙運過關 他拿正來做 那就做得非常好 你不滿意別人拿正來做 你就要每個人跪低才對 這群的標準 還有人家私隱專員說得很清楚 他就說私隱專員作為法定的獨立監管機構 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 他所作出的決定是不可以受到任何外界的干預 公認和私營機構均受私隱條例監管 不認同他的執法決定 有既定的機制來跟進 何況這次的事件他只是作出了主動的調查 並沒有任何的定論是對與錯的 法治的精神就是任何人都不能凌交法律之上 沒有人享有特權 這個真的拍案叫絕 說得很好 告訴你 你們這些傢伙請醒一下 以為自己就可以凌駕法律 所以就做了這麼多的冤架錯案 在過往的半年 是又拉 不是又拉了回去 弄一些白搭的罪名 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 有些上到庭之後 就說向方證據不足 就當庭釋放 你拘捕這麼多人回去做什麼 請問這些是 對不對 你拘捕人之前有沒有證據 還有 香港是沒有辱警罪的 為什麼人家在街上批評你 問你的良心跌在哪裡 可以打穿別人的頭 這些是什麼 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凌駕於法律之上 你作為一個執法機構 沒有這條法例 你怎麼執行 請問 還有 這個警察通例的第29章 是寫得很清楚的 你使用武器的時候 是要按照這個嚴格的準則 華爾街日報已經把你29章 是揭露出來了 寫什麼內容 但是你那些警察又有執行到什麼 是不是 你是沒有的 人家叫你使用警棍的時候 是要避免打頭的 但是你往往看到那些年輕人 就好像發了瘋 發了狂 第一下你就撥別人的頭 就要撥穿別人的頭為止 然後就對著別人的傷口 或者對著別人的眼睛 噴胡椒噴霧 這些正正就是有例不依 正正就是凌駕在法律之上 你做什麼都可以 那個警察通例是做什麼 寫給誰看 原來是廢紙一疊 取消了他 有什麼作為 這些警察全部蒙臉 遮了樣子 弄了所謂行動符號出來 那些號碼一模一樣 完全查不到你是誰 那怎麼做 那些市民怎麼辦 現在別人是私隱專員 差一點點來做 你就要向他施壓 就想他收皮了 你絕對支持他查這個警察 沒有人是有特權的 說得多好 我當然覺得他是 摘地有聲的 說這番話出來 因為在過往的大半年當中 在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裡頭 聽不到這些人話已經很久了 不要說過去了半年 過去了二十幾年已經是這樣 現在稍為有一個正常的人出來 我們都要拍爛手掌 為什麼 因為你太多爛人 太多容官 太多廢官 連捍衛法治你都做不到 往往就賴市民破壞法治 市民無法破壞法治 市民做了違法違法 你就會拘捕他 但是人家真的違法你才會拘捕 不是像現在 整個大圍捕出來 是又拘捕 不是又拘捕 或者抗爭現場 示威現場 有利無利就抓你回警署才算 然後安插一些罪名給你 如果上到庭的時候找不到證據 到時說控方證據不足就撤銷控訴 好笑 那些原來是冤假錯案來的 他被你扣留在警署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又要交保釋金 當然要拿回 但是又要回警署報道 又要接受精神折磨 又要排期等上庭 他為什麼要承受這麼多精神壓力呢? 到時他問誰殺償呢? 沒有 原來那些警察怕屁股跑去 這些就告訴別人是司法獨立 就告訴別人是法治精神 你不要笑大別人的口 不夠時間也說少許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蘋果日報》報導 有些幼稚園教師投訴 保良局核下25間幼稚園企幼兒園 將會陸續在全校安裝閉路電視 而且會零死角 並且可以收音 當然這針對的對象就是監控幼稚園教師 很明顯就不是監控學生 你錄影兼收音的功能 即是你要監聽老師之間的對話 以及監聽老師講課的內容 比如說 我不知道這間學校是怎樣的 比如說有些其他學校 在網上有片段出來的 要求教師 教學生一起唱大陸的革命歌曲 唱國歌 甚至乎在幼兒園裡玩星期禮 到底你是否要監控他們 有沒有執行到這些洗腦教育的內容呢 你要很清楚地告訴市民 到底你安裝這些CCTV的目的是什麼呢 當然他們有解答的 嘗試就是以防止若兒作為一個名堂 但是防止若兒 其實有錄影功能已經有足夠的阻嚇性了 因為如果若兒的話 那個小孩會有反應 會彈起來 會動的 需要錄音 錄音是為了什麼呢 你令人非常多的聯想 還有 這個裝CCTV的問題 是不是在試水溫呢 如果在幼兒園裡 沒有什麼大的反抗 沒有什麼大的回響 那麼會不會將他擴展到小學甚至乎是中學呢 那麼這些就真的是監控別人的老師了 對不對 蔣麗雲大議員曾經在立法會那裡都建議過 就說要在那些學校當中 安裝閉路電視去保護學生 現在終於在幼兒園 就開始在試水溫 看看大家有沒有反應 如果沒有反應 就會我想很快都在小學中學那裡裝 那就完全是一個白色的恐怖 在幼兒園安裝這些CCTV 我也上次覺得無可口非 但是你兼容這個錄音功能 很明顯就是要監控教師 在幼兒園當中的小孩子 未必懂得去說話的 未必懂得反抗的 你裝了出來 OK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在小學中學就不能夠裝了 那些學生全部懂得懂事 給你租質一定會反抗 所以那些中學小學就不用裝了 不要想著博猛 現在搞完幼兒園就搞中小學 發夢這些人 好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